版本对于编剧是怎么选择 版本对蓝女主选择的过程又是怎样的 版本对班级的野心在哪里 而就在最近版本在采访中回应了这些问题 那么今期我们就来聊聊 首先有关新生代迪迦这个一直备受挨屌的标题 大家一直以为这个趁热度性质的破名 不是万代就是远古起达 而万代可能性最大远古次之 至于其他人是没什么动机和可能的了 但只是版本表示 是我想出来的 版本说到在特立下的构思上 不是重置也不是重置 或者虚择该以什么样的形式 是版本当时最大的烦恼 因为他觉得重启和虚择没必要 迪迦的完成度很高 那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的呢 版本想着想着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他说再现迪迦的社会现象 2.女主角是怎么被选上的 版本表示 Lula以前就是经常在杂志和电视上 被她关注的女孩之一 除了外表很有魅力之外 从小就开始演戏 确定演技也很好 这次在制作杰明这个角色的过程中 我就已经在心里说 就这个人了 这样的想法还越来越强烈 没错就在特色粉们纷纷猜测 因为女演员名字里面有Lula 跟Lula相似 觉得这是致敬的时候 版本跳出来说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在海报杂志电视上 盯了人家老久了 所以才选的 3.特立家的编剧怎么来的 为什么要找Galett作家来写 在版本加油的时候 远古还没找人 于是版本就从以前合作过的 非奥特曼作品的编剧里面找人 所以此次特立家的编剧 是找没有负责过奥的新人来做的 优点是要模仿 吹猿和天口 其实版本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他会秉承上一个奥的特点 记得学欧布的西装反派 大家觉得不在小黑屋当街变身 特立家在编剧方面学着他 虽然这个优点只要牵测到文方面 实际发挥出来的效果不怎么的 4.选男主演员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版本回应 是因为演员开朗笑容 会因此想跟这个人一起工作 所以大家就不要再说什么 男主尽量不要展现笑容 人家版本就是图的这个才请人家过来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觉得还是OK了 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下up主 我是赖云 我得哈KiJagin